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MD次世代晶片核心构架Zen5C代号为Termidius,此前有传闻传出将采用双代工模式, 即同时采用台积电三奈米及三星四奈米制程。 意味AMD期望实现晶片采购多样化,避免前几代产品完全依赖台积电。 业界人士表示,无论是地缘、砍价、晶圆代工生态链都会找寻第二供应来源, AMD应该也是为了分散风险。 据悉,三星四奈米制程主要用于基本版Permidius,台积电三奈米则打造高阶版Permidius。 外媒认为,LiamD举动很有意思,也许是所有晶片都来自台积电感到不确定。 这对过去一直被排除在消费科技游戏外的三星也是大事。 自从采用台积电8奈米制程生产Ampere GPU后, 挥达便放弃了三星转投台积电。 如果LiamD和三星合作顺利,其他公司也会开始考虑转投三星。 报道称,LiamD之所以选择三星四奈米,而非三奈米制程, 很可能是因为良率遇到瓶颈。 虽然还不确定LiamD是否真会执行双代工模式, 但明年三五构架,令人期待。 在GAA制程部分,三星则领先其他业界, 从三奈米导入GAA技术,台积电预期至少要2025年才会采用。 另据韩媒Business Korea报道,半导体业界人士透露, 三星晶圆代工事业目前按应用划分的营收明细显示, 行动装置晶片占54%,AI伺服器相关的高效能运算HPC占19%, 自动驾驶晶片等汽车晶片占11%, 不过预计到2028年,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的营收组合将发生重大变化, 三星计划将行动装置领域的占比降至30%以下, HPC占比提高至32%, 汽车晶片占比提高到14%, 外部客户数量预计将比今年增加一倍。 报道称,目前三星代工业务的主要客户是三星电子的系统、 LSI事业部、高通和其他晶片设计公司, 最大部分是为三星手机制造晶片, 因此行动业务占今年预估销售额54%, 虽然好处是营收稳定,但三星代工也被外界认为过度依赖行动业务。 目前,HPC晶片和车用晶片相关大笔订单都转到台积电, 但近期趋势正改变。 三星不断接到AI半导体代工顶单, 包括用于AI伺服器和数据中心GPU和CPU。 Business Korea认为, AMD最近就认真考虑使用三星4nm制程量产下一代CPU, 因为三星良率已经达到台积电70%, 三星正成为台积电的替代者。 此外,Google、微软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开发自家AI晶片, 因此会交由代工厂生产晶片。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无精元厂公司来说, 减少对台积电的依赖有利于价格谈判。 三星代工业务计划提高HPC汽车晶片销售比例降低行动业务, 目标是透过提高3nm以下先进制程的完成度, 确保获得更多AI半导体客户。 三星计划从2026年开始使用2nm制程生产汽车和HPC晶片, 于2027年推出1.4nm制程。 作为一项战略举措, 三星电子还正在库建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泰德工厂, 新增一座占地27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 这一决定是该公司最近进军人工智慧、 AI晶片制造交易的一部分, 新的订单将在泰勒工厂执行。 这一扩张恰逢外界猜测, 三星将推迟对该工厂8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 目前计划于2024下半年进行。 据报道, 这一推迟暗示着三星将转向推进尖端300米制造工艺。 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已正式任命一家当地工程公司来监督新指定的三星第二制造工厂的开发审查和检查服务。 该合资企业是泰勒市与三星之间开发协议的一部分。 该协议盖述了该市对促进场地和建筑施工活动快速有效的审批流程的承诺。 文件显示, 三星奥斯丁半导体计划在泰勒西南侧建造第二座制造工厂, 占地约270万平方英尺。 第二座工厂在三星电子2021年宣布的170亿美元项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最初投资定为170亿美元, 但由于原材料和建设成本增加, 目前已飙升至250亿美元。 然而, 据报道, 这笔额外投资将推迟到2024下半年。 与此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 可能间接影响台积电在德国获取的补贴金额, 引发业界担忧。 对此, 11月底, 台湾经济部官员表示, 德国经济部长已表达 会尽快解决经费问题, 台湾经济部也会与厂商密切沟通。 据悉, 德国联邦法院11月中旬判决, 联邦政府将2021年抗议预算资金挪用作气后 与转型基金 Climate and Transformation Fund的做法为鉴, 这笔协助转型低碳经济的基金规模达600亿欧元, 导致德国政府的运作因预算缺口陷入危机。 由于这笔资金也包含对半导体从业者设厂的补贴, 因此, 业界担忧德国政府对台积电的承诺是否会出现变数。 另外, 业界关注台积电1.4奈米先进制程新厂, 落脚何处? 台湾经济部负责人, 11月下旬到台南视察南科产业用地时表示, 台南对如何吸引台积电设厂, 以及用地准备等展现企图心, 相关部一定会将台积电先进制程留在台湾。 此前, 台湾经济部表示, 台积电最先进制程和最主要产能留在台湾方向不变, 经济部也与相关厂商密切联系, 不管在哪个县市, 全力支持先进制程留在台湾。 总体来看, 预计三星电子最早将于2024年第三季度 引入额外设备, 泰勒工厂的实际量产扩张, 可能会在2025年进行。 泰勒市政府的一位官员确认, 三星第二制造工厂, 是泰勒市目前正在进行的三星项目的延伸, 强调其对增加泰勒和威廉姆森县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三星电子未对此发表评论, 业界猜测, 新建筑将用来容纳晶片生产线的一部分, 以及用作维护设施。 此次扩张, 是在三星泰勒工厂获得 雷埃晶片领域两大客户订单的背景下进行的。 无精元厂, 雷埃晶片设计公司Grog, 以委托三星生产4nm技术, 计划于2024年底完成。 与此同时, 加拿大初创公司Tenstorrent在Risk-5和AIP领域掀起波兰, 还将与三星合作生产Chiplet小晶片。 此前, 三星半导体和设备解决方案DS部负责人Kai-Yang-Tiang曾表示, 希望该公司在未来五年内超越台积电。 这一最新的扩张举措符合三星追赶竞争对手的计划。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